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毛水安姐 平时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个扫描仪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手机里自带一个扫描仪 操作简单的又实用 下面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 第一,手机其实自带一个功能可以直接扫描打印 首先我们打开手机的备忘录 打开右下方的这个功能 之后可以看到这有一个拍照的小功能 我们打开它,这样可以直接扫描文稿 打开这个功能之后 我们将相机对着需要的文稿拍一下照 在这里可以调整我们想要打印的这个区域 我们可以整理一下 之后我们点击下方的继续扫描 这样一张的文字稿就扫描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扫描好的这个文字 将它放大 可以看到字是非常清晰 而且架方第二个选项呢 可以选择它的色彩 有灰度 点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 还有黑白 那很多人疑惑 这和相机拍出来的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区别是非常大 点一下这个照片就是我们原始的 拍出来的效果是非常暗 而且字很模糊 相比起来并没有扫描图片 看起来好规整 就算字体放的很大 它都不会模糊 而且是非常清晰 字体很黑 所以大家需要扫描的时候 就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然后将图片导出来 就直接可以打印了 效果是非常好 第二,快速将图片上的文字 转换成电子版 首先我们打开微信 点击下方的小程序 在程序中搜索图片扫描文字识别 找到后我们将它打开 这里有一个拍照功能或者是选图 例如这有一段文字 我们可以拍一下照 拍好之后点击开始识别 它会很快速的将文字识别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将这段话呀 直接复制就完成了 以后想要打哪些字呀 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打了 看到哪段文字 我们想要摘取下来 直接扫描一下 文字呢就会自动扫描出来 是不是很实用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没想到手机里还自带一个扫描仪 是不是非常实用呢 那看完视频呢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吧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